大家好我是旭哥沃卡丸 欢迎收看旭哥手游攻略 那这是圣剑雅瑟传奇 最新的MORPG 那旭哥来做攻略 那今天这一攻略要讲这个游戏的最强的T0职业推荐 还有三大职业以及六大转职的完全攻略 重点还要分享这游戏的最全的里巴马 还有详细的兑换教学 还没订阅频道呢 记得订阅频道随时观看旭哥手游攻略 那频道各种最新的手游攻略 还有礼邦马礼品马对话马 游戏的虚宝学独家最新 好那旭哥就来讲这游戏的这个最强的T0职业 还有这个三大职业的全攻略 还有这个转职有六大转职都会详细的分享给大家 那目前这游戏呢有三大职业分别是这个战士 再来是这个游侠以及最后的这个元素使 那之后可能还会有更新的职业推出 那大家可以期待一下目前就是这三个职业 那每个职业呢有两个转职比如说像战士的话呢 可以转职成圣骑士还有狂战士 那这个游侠呢可以这个转职成猎手还有刺客 接下来呢元素使呢他是可以转职成闲者以及魔导师 好那最强职业推荐的话呢 旭哥是推荐这个欧派很香的游侠刚才晃了几下 那游侠是使用这个长弓狙击还有这个双短剑 刚才有看到他这个双刀嘛非常帅气 还有这个高爆发的输出 那这个职业的攻击力是非常高 那暴击更不用说了 是算是顶级的暴击 那闪避率很不错 那在密焊防稍微低一点 那就是一个高输出高回报的这个职业 那旭哥蛮推荐开局选这个 第一个就可以轻松的输出 然后秒怪 然后假如这个使用长弓远距离攻击的话呢 手又比人家长 算是蛮不错的职业 看一下这个转职的分歧 转职的分歧的话有选择这个猎手 猎手就是这个精准布局在这个旁边狙杀敌人这样 那攻击和爆发都非常高 算是一个不错的转职 闪避也不错 算是原本的这个游侠的强化版本 再来这个刺客 刺客这是闪避又更高的这个暴击的这个角色 攻击力和暴击很不错 然后闪避又更高 那用双剑给予这个目标致密一击 这两个转职都非常不错 所以开局的话选这个游侠 绝对就不会后悔啦 非常强势的这个职业 而且这个造型又好看 不管你是选男选女和选罗莉 不过旭哥最喜欢的应该这个造型 女角的造型最香啊 好那最强的职业推荐的话 旭哥也很推荐这个战士 那战士最主要就是这个弓还有防都非常的高 那血量也是算蛮不错的表现 所以基本上就是在战场上啊 可以坦了很久 然后输出也有稳定的发挥 好那暴击和闪避就比较不是他的强项 不过基本上就是 有稳定的输出稳定的发挥 然后比较不容易死 就是他的特色这样 那战士可以选择男女还有罗莉 那女角的话 旭哥觉得好像还算普通 也不够色 那罗莉倒是蛮可爱的 那男角就是蛮帅的 旭哥觉得战士的男角真的帅啊 那转职的话呢 有圣骑士还有狂战士可以选择 那圣骑士基本上就是把防御点到满啊 在前线很坦的角色 你喜欢玩个坦 然后想个那种盾的角色的话 那你可以选择圣骑士 圣骑士就是防特别高 那命汉弓不错 再来狂战士的话就是双手大剑啊 那很帅气 就是把这个攻击力点到满 所以就是比较偏向攻击型的 然后防也很高 那这个狂战士呢 暴击倒是还有提升算不错 那命就比较差一点 血量就是算正常 也算不错表现了 那圣骑哥会比较推荐选这个狂战士 有更好的输出 那更好的表现发挥 好那最后一个职业呢 是这个元素使 他的这个造型是一个可爱的小奴隶 当然你也可以选择其他的 像男角女角 元素使的这个女角也蛮好看的 这个欧帕也很香 那这个呢 他的命倒是蛮高的 攻击力也不错 然后整体来讲都蛮均衡的 偏向辅助型的职业 那大家也可以就是考虑一下 那这个远程的角色 你喜欢玩远程的角色的话 元素使也可以考虑 远攻 那转职的话呢 他有这个闲者还有魔导士来选择 闲者的话的这个命特别的高 那这个攻闪防暴都士算比较均衡 算是蛮均衡的 那魔导士的话就偏向攻击型的 攻击他命很高 那暴击也不错 就是攻击型的输出角色 那旭哥还蛮推荐选这个魔导士的 可以就是有这个攻击上不错的发挥 而且你手又比人家长 可以有不错的这个攻击输出还不错 好那旭哥最后就来选这个游小 选这个妹子 我们要专门来看欧帕还有黑丝袜 那可以客制化你的这个造型 可以选择你想要的造型服装 这样 这个好像不错 然后创建角色 那游戏的开头呢 有一些动画可以欣赏 你可以慢慢看 那旭哥就跳过了 直接进入游戏了 画面其实还算蛮精致的 这个动画 还不错 好那我们就进入战斗了 拿到这个守护双刀 有梅林啊 亚瑟王有梅林 就等 好等级又再度提升了 好那这个就是传说中的圣剑吗 该不会主角可以拿出来圣剑吧 按照剧情应该是要这样 这时候主角就拔出了这个时钟剑吗 哇 不当亚瑟王是不是 我还长出翅膀啦 把他胜天还会长翅膀 好那旭哥就来讲 这游戏的罪权的礼巴 还有详细的兑换教学 首先点这个画面左边 这个小球球 这个橘色球球之后呢 他会出现这个领奖的选项 就点这个领奖 还是这个领奖专区 接下来我们选这个序号的领奖 这边就可以输入这个虚保序号了 那我们就来输入这个 VIP666 VIP666 接下来按这个送出 它就会显示兑换成功 请自信箱领取奖励 好那我们接下来输入这个 VIP888 按领取也可以兑换成功 那这可以到这个信箱去领取奖励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